好全球現場最新焦點 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在阿富汗首都克布爾又發生了爆炸攻擊 死傷人數還在持續攀升當中 爆炸是發生在當地有一間清真寺 當時正在舉辦一場追悼會 幫塔利班發言人去世的母親祈禱 追悼會現場至少有數百人 根據外媒的報導 爆炸事件造成有8個人死亡 20人受傷 而這也是美軍8月撤離之後 阿富汗首都發生最為嚴重的襲擊事件 目前還沒有人出面承認犯案 但是由塔利班戰士聲稱 嫌犯疑似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人被炸死 另外一個人試圖逃亡遭到逮捕 在意大利米蘭有一架小型飛機 3號撞上了郊區一棟建築 機上8個人最後全數罹難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這架小型的私人飛機 當時撞上了米蘭郊區地鐵站附近 一座正在翻修空置的兩層樓建築 飛機撞上建築的時候 當地的民眾也聽見了巨大的聲響 烈火和濃煙直竄 建築外牆也變得一片焦黑 這架飛機原本是要飛往薩丁尼亞島的 最後卻不幸撞上了建築物 接上8個人全數罹難 北韓最近動作不斷在今天宣布 當中曾經提到要恢復兩韓熱線 現在時間點也已經確定 而今天韓國時間早上9點鐘 也就是台灣的時間8點鐘 將會重新恢復兩韓熱線 其實北韓最近動作不斷 光從9月到現在已經試射了四次的飛彈 而且還有兩次不只發射一枚 現在又重啟熱線 這冷熱兩手策略 也讓國際間真的是物理看花 日本自民黨新任總裁岸田文雄 預計在今天就要正式接任 成為日本第一百屆的首相 現在內閣名單也已經大致底定了 茂木敏充留任外務大臣 岸信夫留任防衛大臣 松野薄一內定是官房長官 另外岸田文雄新設負責經濟安全保障事務的 閣僚職位應對美中對立等國際的秩序變化 預定人選則是眾議員小林英芝 這一回岸田的二神內閣當中 有13個人是首度入閣 但是女性閣員只有三個人 好 各位喜歡全球大視野的觀眾 您是不是覺得在臉書上 原本都找不到全球大視野呢 都沒有地方可以跟大視野的粉絲們 一塊討論或者跟主播來互鬥 好 現在你們的聲音我們都聽見了 因為全球大視野的粉專全新上線 全球大視野影片最犀利的國際新聞觀點 全球大視野的粉專現在全部都能夠滿足您 只要在臉書搜尋全球大視野 或者是CTI Talk 就能夠找到全球大視野的官方粉絲專頁 要歡迎大家趕快按讚追蹤 加入全球大視野的行列 男生的新人 女生的網絡 私會有的 男生的網絡 我會留在這裡 除了 我會選擇 另外一位 我們在這裡 我會選擇 我們是